中山国小四位五六年级小朋友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 以及委员同胜辉手中接下奖状与奖金并接受师生们的掌声肯定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从112年4月起办理校型凯模表扬争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五六年级学生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掘感动人心的校型事迹 让获奖学生的校型能够成为众人表率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同心能够协助帮忙 我们这一次在我们中山区11所国小颁发校型凯模奖 那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就是为了社会的一个公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课纲里面都有那个生活与伦理 还有公民理道德 那我们现在这个课纲没有 所以这个小朋友他们就比较不知道说 怎么样能够这个孝顺回馈父母 所以说我们特地颁发这个奖项 来鼓励所有的同学孝顺父母 对这个长辈能够能够照顾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永远的推广 希望说学校能够协助我们在这个学校的校刊 还是说公布兰能够在我们得奖的学生 能够把它刊登出来 让其他的同学如果看到的话 他们可以感受到这样子一个同学的一个孝心 感染到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的家庭更温暖 社会更和谐 其实我们这个校刑场推动的应该是蛮顺利的 那可能这几年以后 我们陆陆续续着重在这个区块 外面的奖学金的成分比较多了 因为很多公庙啊什么都是很多在办奖学金 所以我们民俗会应该是走向这个民俗风气 就是把如何端正学生的品性跟教养帮助家里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民俗会已经有那个讲 那个一年两次的讲协金花旺 那今年的校型楷模是今年第一次开始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好的那个传承 可以永远一直传承下去 这次获奖的四位中山国小学生 都在生活中展现孝顺父母的具体行动 学务主任王彦涵也代表学校 感谢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让学子的校型能在学校中发扬传承 就是帮忙他们做家事 然后有一次妈妈确诊 然后我就帮他煮饭然后给他吃 帮妈妈煮饭你觉得不会的 不会因为之前煮过很多次 那妈妈有没有觉得你感动 有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 所以就是平常父母很忙的时候 我会帮忙照顾他 还有就是平常会帮忙 就是例如说出去倒垃圾 或者是帮忙洗衣服或晾衣服之类的 这边要特别谢谢中山区的民俗委员会这边 就是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其实中山的孩子们都很棒 那平常在不管在家里啦或者是在学校 他们都会针对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行为的表现 那我觉得刚刚小朋友在他们的感想里面也说出来就是他其实在对弟弟妹妹们的照顾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对学弟学妹都有一定的照顾 那当然对师长也都很有礼貌 那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的孩子们选出来的 那也很恭喜他们 那也祝福他们 因为有些孩子已经要六年级下礼拜就要毕业了 祝福他们就是毕业快乐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好行为能够在中山一继续传承的下去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勉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展现慈效行动 未来也计划推广到中山区各国中 让校型观念在校园扎根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